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说现在有一条直线 是Y等于AX加B 这一条直线跟这两个抛物线都互相相切 那么他问说AB等于多少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两个抛物线事实上是完全一样的 只是说这个抛物线是由这个抛物线 这个往左移动两单位 再往上移动十二单位得到的 也就是说这个抛物线是从这里移到这边来的 那从这里移到这边来的话 结果都跟什么呢 都跟同一条直线相切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抛物线是沿着什么呢 沿着这个位移的方向 就是沿着位移的方向 过去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直线的方向 跟什么呢 跟这抛物线位移的方向是相同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抛物线 它位移的方向是多少 好格卡 它是往什么呢 X方向移动两单位 往Y方向移动十二单位 好那所以呢 它移动的方向 跟直线的方向是一样的 跟直线的方向是一样的 那所以这条直线的斜率 M 这个会等于多少 会等于十二 那除以二 所以是等于六 那直线的斜率就是A嘛 所以这三个是A A等于六 好那A等于六知道以后 那因为这条直线 这条直线跟这个相切 我就把它带进去 这个是等于6X加V 我把它带进去 就6X加上V等于X平方 好那因为它相切的话 就只有一个交点 也就是X只有一个减 X平方 减6X减1 这个等于0 那只有一个解的话 判倍式 我们用小判倍式 小判倍式就是二分之B平方 就三的平方 减AC就是加V 这个等于0 也就是B 这个是等于-9 所以我就晓得 AE B 是等于多少呢 6跟-9